全油管最快新闻 广州海珠康路偏趋至一场再次迎来招工潮 老板提供万元薪资、春节红包等福利 仍难吸引工人 质疑工人小和表示日薪低于500元 长工不足30元时 心难接受工作时间长 伤害大伤害大 广州质疑业形势严峻 急需关注工人权益 提高薪酬待遇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监管 保障工人利益 订阅新闻急速的 最先知小天下事